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只是打电话跟我推销 这么搞的竟然就在我的账户开始扣款 到底他们怎么被骗 而这里头又有什么样的陷阱 同时今天还要告诉您 您经常吃的金沙巧克力 竟然爆发血汗争议 到底我们在便利商店 很容易买到的金沙巧克力 成本是多少 同时今天还要来告诉您 真假巧克力又怎么分辨呢 好 我们赶快来介绍 再见来 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药理学教授 攀怀宗老师 大家好 邀请到台股大师杜金龙 各位观众大家好 杜大师 你的台积店卖了吗 还没卖 明年再卖 你都不怕 不怕不怕 对 明年过完年再考虑 不怕不怕 而且到364以后再考虑 真的吗 对 憲哥经常说 不用怕不用怕 只是又去就怕 邀请到财经专家 賴先生 憲哥 阿观好 大家好 理财专家 郭立芳 姐姐好 大家好 刚刚带您来关心的是 怎么这么好的名女人 也会被骗吗 好 我们来看到 保险员只是推销 想不到后来竟然自动扣款 林彩提都傻眼了 她说难道我不用亲民 她就可以扣吗 好 另外李珍妮则 告了保险经纪公司 说她炸鸡 为什么呢 她说当初跟我说好 只要蹲缴一次938万 想不到最后竟然说要 年年缴938万 咱们说一当差糕 这差多了 本来保险议员跟他说 是说蹲缴 那是李珍妮说 说蹲缴938万 20年后一年可以领 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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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2011年签了 今年都来端了 近年938万 这差很多了 本来938万的蹲缴 变20年 昨天就8千7百多万 这差20倍 这艺务员诈欺 所以去警察局他告 另外 林彩妮 突然有一天在困中头 他电回来 我这是保险公司 因为你是我们的贵宾 刚才20人命业 说一说 他都没说怎么 但是第二个月 竟然由他的信用卡 直接靠款 他就靠到保险公司说 我都没跟你说什么 你如果没资料好我 保险公司说 不要这样 我们都有录音 一定你有让我们业务员 靠合 不然我们不可能跟你靠款 所以很多奥巴桑 都不是去遇到 尤其在困中头 密密的时候 所以要特别注意 这中间有很多很多含战在里面 好 是 为什么会被扣款 这里头有什么样的陷阱 所以我们回来看新闻 很多人的关心 也许你觉得你是一时疏忽 也许你买了之后后悔 好 来 买了保险之后 想反悔 除了解约之外 还有别的选择吗 休息一会之后 回到节目现场 从只缴一年到要缴二十年差很大 到底李珍妮买什么保单 他买的其实就是那种增额型的终身受险 这种保单是短缴一次缴一次缴吗 他有短缴也有分期缴 李珍妮买的是分期缴 但他以为他买的是短缴一次 所以他如果真的是短缴 然后如他预期以后 二十年后一年可以领五百万 娟姐 那保险公司会得到 对啊 所以你看他的内部报酬率多少 只缴九百三十八万 将来年年领五百 对 放二十年 不跟你讲 如果这么好看的事情 我表会来买 真的 所以这个你看 我们就经过一个试算 来算如果他真的是 只要缴九百三十八万 缴一次 然后未来每一年可以领到他老 他将近领一点五亿 非常非常的多 是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年化报酬率竟然有到9.69 有可能 但有可能是 业务员在销售过程当中 没有讲清楚 是 然后误会了 这类的保单其实 早些年真的是纠纷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保单 到底他的报酬率 是不是真的如他们的预期 其实是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用李珍妮这样 一年缴九百三十八万 那这个付的就是代表 每一年都要缴缴 是 缴20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付的是什么 因为缴进去之后 又要扣费用率 又可以扣业务员佣金 扣一扣 剩下的保费 才是你的保单价值 不好意思 第一年才多少 七万五千四百零七块 你缴九百多万 你的保单价值 第一年末才七万五千四百 有没有 下巴都掉下来了 又有佣金零那么多 对 好 第二年 还有更多 来 你看 九百多万只剩七万 真的下巴都掉下来了 对 没错 然后两年缴了一千八百多万 只剩了多少 保单价值也只有累到七百三十九万 所以你看前面 你看如果用这样子 单年单年去看 它的这个报酬都是很低的 有没有看到 都是付的付的付的 换句话说 我前面缴了十一年的保费 累了所有的保单账户价值 要差不多落到第十一年 才几乎打平而已 所以我们缴到第十一年 我的保单价值跟我缴过的保费 才打平 换句到第十二年开始 我才有赚 对 慢慢的赚 也没有赚很多 不好意思 放到第十一年 才1.6% 所以增额终身受险 还本率非常低 对 所以它一定要一路放 给你放到四十年五十年 才相对可能好一点 那这种其实这种保单 第一 保费非常的贵 第二 它真的所有的还本率 不如你的想象 所以我真是建议听众 观众朋友要认真的考虑 如果有人来给你行销 这种保单的话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来谈谈林彩提 林彩提又怎么回事呢 想不到只是借了一通 保险业务员的推销电话 竟然就从账户被扣了钱 对 好 我们来看保险员推销 就自动扣款 我们看林彩提怎么说 她说我突然发现 账户被扣了一笔保费 然后我印象中 这一笔钱的方案 确实有银行保险员 确实有打来推销过 然后也有寄资料给我 但是我没有回传任何资料 也没有签名 完全没有后续 竟然就直接开始扣我的钱了 好 他就打去问了 既然说现在电话都有录音 是有可能我给了卡号 确认对方刷卡 然后保单也过了才开始扣款 他觉得很傻眼 那岂不是只要像我不懂 然后银行人员 要了我们的卡号 我就傻傻被扣钱了吗 连签名都不需要也太扯了 有可能林采提认为 他只是跟我要一些基本资料 他就给了 但他认为反正我没有签名 不代表我已经保了 但没有想到这样就投保了 对 其实现在针对电话行销 可以卖的保单 其实真的是这样子 你只要告诉他卡号 你的信用卡的有效期限 就真的可以投保了 所以是不用我们签门 不用签名 那我们待会再来 我千万不要在睡午觉的时候接电话 对 真的是半门半醒之间 好来 通常电话行销都卖什么样的保单 卖什么样的保单 第一 方便解释 第二呢 这个给付相对的也不用太复杂 例如像这种意外险 完本的意外险 或者是像有一些定期的癌症险 那我这边就用意外险 我们来举一下例子 大概我买100万的保额 这样子电话行销保单 大概是买多少钱 一样100万的保额 还本的意外险 就是挂掉之后 因为意外 挂掉之后有受险的100万 缴费20年 那这中间我一路走 保障是终身的 那走了之后都没有怎么样 上天堂之后 他还是继续还你这个100万 回得来的就加一点利息 这叫做还本意外险 因为很多人就说我买买买 每天都呢 每天都要留 都有去无回 所以他们就吹有去有回的保单 可是保费被安慰 这叫还本意外险 就是有一天 你塞云纳拉的时候 这100万会还给你 好 但每一年大概要缴3万7 年缴3万7 年缴3万7要缴20年 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是意外险 100意外险 这个是受险保险公司出的 像大的保险公司出的 一年一约 就是每一年都要投保的 保费如果是100万保 大概是1200块 那如果林彩提是 电话行销这一种 他被扣了一次之后 第二年就不会再被扣了 no 如果你的信用卡 一直在有效期限内 都会持续被扣下去 可是不是一年一月吗 一年一月 怎么会年年给我扣呢 但是受险公司的意外险 他通常有所谓的保证续保 换句话说 如果你都没有出险 没有出事 没有来申请理赔 我就自动续约 第二年 第三年 小心 你不要以为一年一月 他每年都要跟你确认 那你明年后悔了 我不保了可以吗 但如果你没有告诉他 你不保 他就直接帮你续保了 所以像林彩提这种情况 如果他已经过了 那个所谓的反悔期 10天反悔期 怎么办 请建议他就把这张信用卡 就减掉 不要再用了 那他明年扣不到钱 这个保单就不会持续生效 好 所以要把信用卡减掉 另外是产险公司的意外险 那就比较便宜 大概是100万保 大概就是700块左右 也是同样的 他会直接帮你续约吗 是啊 当然 保险公司好炸 所以电话行销 你看我只要成功一次 接下来未来 现在保 年年扣 对 信用卡的有效期限 不是越拉越长吗 本来三年 本来六年 现在拉到十年有没有 就一路这样子扣 好 所以如果我们买了之后 后悔该怎么办呢 有几个方法 就是我刚刚有讲的 就是说 把信用卡剪掉 没有 在那之前 照理说林采提 他已经投保了 对不对 他应该 如果他的地址有填对 他应该会收到保单的契约书 对不对 保单契约书 对 契约书 对不对 如果我反悔 我只要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0800 或者是我通知任何的 如果你是透过业务员 去投保的 你也可以通知你的业务员 说这张保单我不要了 我就不要了 你就请你帮我取消 那信用卡已经扣款了 怎么办 对不对 那你就 他就会有一个内部申请的程序 让这个信用卡扣掉了 然后再返回你的保费 也就是说林采提的Sales只讲了一半 他只告诉他说 你给我的卡号 是 而且我已经有录音了 对 也许你迷迷糊糊当中 你已经say yes了 是 但他没有讲后面那一半的是 那如果你现在反悔 而在十天内 你还是可以退的 对 这件事他没告诉林采提 他当然不希望你解约 他也 对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状况 我是真的讲不出保费 有些人是说我可能失业了什么 保费缴不出来 其实每一个保单 都有这个所谓的 自动垫缴的这个功能 所以建议一定要勾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每一年每一年缴保费 像受险也好 或者是像一些有生存价值金的 都会有所 累积所谓的保单价值准备金 每一年都会累 好 累积进去之后 万一我在第三年第四年缴不出保费 我就用这个价值准备金 来垫缴我的保费 让我的保障是一路维持下去的 否则很有可能你没有前缴 中断了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你在十一年之前 任何时候解约你都亏很大 不划算 没错 不过这个要提醒一下 一旦垫垫垫你都没有缴 垫垫垫垫垫到这个价值准备金 也没了不好意思 这个保费也就结束了 也有可能保单会失效 所以要注意 好 所以记得要勾选自动垫缴 好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我 我后悔了怎么办 对 我今年买了 我觉得我想存钱 我买了一个30万保费的保单 结果我明年觉得 我30万可能讲不出来 很轻的 怎么办 其实你可以降低保额 我也想继续保 但我就降低保额的概念 那降低保额就不用解约 不用解约 也不用损失 是 而且它就直接是 比方说我投保100万的保额付出来 我就降低50万 保费就直接就减一半 那它会不会扣掉一些手续费 例例扣过那些 不会 不会 这个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降低保额 如果你后悔的话 你真的缴不出来 你可以降低保额 第四个方法是 减额缴清 对 这个是在比例上来讲 大家最常用的 这个什么叫减额缴清呢 就是我就真的失业了 你要我明年再找工作 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工作 好 那就是我办了减额缴清 这是什么东西 我把过去缴的保费 好 我接下来 未来我就不要再缴任何的保费了 但是我的保单 本来的保障 对不对 是不是就会等比例的去缩水 那等于是降低保额 同时也减轻保费 对 减轻保费 但是这个保额的算法 其实有一点点复杂 所以我们用一个 什么是减额缴清 一般人会使用减额缴清 所以我们把它讲得清楚一点 好 我们用个阿琳 王阿琳 24岁 他一样买了个 缴费六年 保额90万的这个 终身还本养老保险 每一年呢 还本金额 这个阿琳呢 是保额的10% 所以每一年 阿琳可以领 9万块的生存保险金 不料两年后阿琳不幸失业了 一时之间又找不到 除了解约 有别的选择吗 两个 一个就是减额缴清 把它过去两年缴了180万对不对 这个相关的价值准备金摊平 来看它可以购买原来的这个选总 大概一样 31万的保额 我就是买不到90万 我前面缴的那个保费 拿来只能缴买31万的保额 换句话说 它继续一样 但是终身还是可以领这多少 3.1万 那过掉就领31万这样子 我懂了吧 90万变31万 不用再缴了 因为你过去已经缴过两年了 一年缴六年 一年缴费 等于是缴六年 但是我只缴了两年 未来的四年我都不缴了 过去两年 就分摊到后面未来的四年 对 没错 这是减额缴清 保额下降 保费下降 过去已经缴了保费 去分摊未来 好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展期 成为定期刑 那这个是怎么买法呢 我一样前面两年累积的 这个所谓的 保单的价值金 它就换算成一笔保额 来买一个六年期的定期受险 换句说阿琳 阿琳可能缴了两期 对 两年 假设阿琳缴了二十万 我们也不知道阿琳缴多少钱 假设阿琳缴了二十万 这二十万它的价值会剩多少 大概剩下七八万而已 好 所以剩下生存准备金吗 对 就是保单的价值金 保单价值金 好 保单价值金呢 这二十万可能只剩七八万 大家现在没得了 没得了 好 这七八万就去改成一个定期受险 然后一样买九十万保额 换句话说 如果他换了这个之后 阿琳如果再 那还要缴保费吗 不用再缴保费了 好 所以阿琳从二十四岁缴到二十六岁 对 但是他换了一个六年期的 那剩下的四年 通通不要再缴了 不用再缴保费 但是如果他要领到这九十万是怎样 他要挂掉才有 如果他没有挂掉 活到三十一岁 我挂他三十岁 生日蛋糕吹完了 还是有 就领不到九十万 所以那七八万了 剩下 没有欧欧Q 因为他买这个定期受险 保费也没有那么贵 所以他可能剩下还有五六万 可以再领回来的概念 还会有五六万再领回来 对 没错 所以减额缴清跟转期定期的差别就是 减额缴清呢 阿琳虽然保账变少 只剩三十一万 但是他整四人到一百十个进行 无关他一天他欧欧 拜拜 他都可以领三十一万回来 但如果他改成转期定期 阿琳现在是24岁 他是六年的定期受险 他在30岁过后 31岁吹生日蛋糕的 那个时候呢 他之前的90万的定期受险的理赔 就不可能拿到了 但是他所缴的保费 仍然会扣掉一些相关费用之后 可能退个几万块给他 对 那你比较建议哪一种呢 当然是这种 减额缴清 因为他就是保障终身 他也不用再缴保费 但是保障终身的 对不对 保障终身之后 他重点是你会买这种保险 就是希望 我们每一年都拿一点回来 拿一点回来 所以你看他每一年都可以再领3.1万 当现金流的概念 保障变低了 但是他仍然每一年会有现金流 对 而且虽然保障变低了 但是他终身有保障 好 这是 当你买了保险的后悔 或者你缴不出来之后 你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不过紧接待你的关系的是 小朋友 不要说小朋友 连我都很喜欢吃的金沙巧克力 在今天爆发血汗争议 巧克力大厂费列罗 也就是金沙巧克力之家公司 被控用童工采收真果 所以有媒体称他为 甜蜜的血泪 意大利金沙巧克力 惹心顾童工采真果 一天工作12个小时 对 那他现在被指控了 这是因为甜滋滋的巧克力 背后 竟然是一个血汗 童工的血泪 那最主要就是说 金沙巧克力 他所用的真果 他来自于土耳其 那土耳其每年的真果的总产量 有三分之一 是交给费列罗这家公司的 那这个里面 他在2012年 他土耳其的国家的报告里面 他说他们国家 有90万个一个铜工 这90万个铜工里面 有一万一千个 他的年龄是介于6岁到14岁之间 那这真的是非常的血汗 那里面有一个小女孩 她今年只有11岁 她说她每天早上6点起来 然后就往果园走 那么到果园 7点到7点半开始上工 上工到晚上6点半回家 一天工作12个小时 也有另外一个女工 一个女孩子 她今年12岁 她说我已经工作2年了 也就是说她在10岁的时候 就参与这样的一个同工的 一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对这个土耳其来讲 她们也没办法 因为她们有40万个家庭 有这样的真果园 那真果园 那些农人 那些农夫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的这个真果 到底卖给谁 那是中间商 是出口商卖的 还有一个农夫她说 其实我用他们 我心里面也很苛责 但是你知道吗 我如果不用他们 他们还是跑到别的果园去用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土耳其 有40万个果园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土耳其来讲 是完全没有办法禁绝的 所以现在人群指示就讲说 你不能这样 你要挑战 一年做那么多 你竟然是用这种同工奴工 所以目前来讲 就变成了对整个金沙巧克力 形成另外一种的压力出来 好 当然对金沙巧克力的形象 也造成了重大伤害 但这一家公司 其实他是一个家族事业 但经营得不错 对 那菲雷罗他的工厂 就是在意大利北方 一个小小小镇里面 那个工厂外表看起来 就像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堡 那里面都是一些机器手臂 在做一些 不管是他的一个榛果酱 以及榛果巧克力 还有这个建达巧克力等等 那么其实他做得非常成功 他去年的营收是1250亿美金 也就8000多亿的台币 那目前来讲 街掌这个亡果的国王 是已经是第三代了 那这个第三代的一个国王 他叫做乔凡尼 那乔凡尼 其实他在街掌的过程里面 他是无意中的 他本身是一个小说的作家 他出了七本的小说 所以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蛮像文艺青年 对 是一个文青 那文青他变成一个 7000亿的一个巧克力亡果的国王 最主要就是说他的祖父 他的爸爸 后来是交给他的哥哥 但是2011年的时候 他的哥哥不姓 心脏病去世以后 他突然的被要求接班 接班以后那时候 全世界都在谣传说 外公 那个 结果他真的做到了 而且他2018年跟2019年 他都反而是缓并购 2018年他去并购了一家 雀草的一个 他的一个甜品的工厂 2019又把英国一家 巧克力的工厂又把它合并 所以他现在越做越大 据说他去买雀草甜品的这个部门 是为了报一箭之仇 对 因为当初在2015年的时候 当雀草就知道他哥哥死了 那时候他们可能 我不曉得2011年时竟然可以 把那个消息盖了4年 结果说原来他哥哥死了 好 我确认要去并购这个菲雷草 结果也因为这样 因为他这个弟弟 没有办法经营 对 因为文青 你根本就是一个文青 你怎么懂得做生意呢 那讲到菲雷草这一家公司 他的祖父是在1946年 1946年他祖父是开一个糕餅店 那开糕餅店的时候 他就学了说 我这卖糕餅而已 他就在所有的 他的一个意大利 所有附近的一些 一些这个什么甜品 这个是糕餅店 到处游走 然后去尝尝人家的味道 尝尝味道以后他觉得说 我要开发一种 物能价美的巧克力的一个产品 结果他就发现 巧克力是可可豆 可可豆里面 然后加入椰子油 加入榛果油 变成巧克力酱 就是画面 这就是他们的巧克力酱 当年是他的祖父开始做 是 那巧克力酱 他本来以前巧克力酱 透过大盘 中盘 小盘 他没有 他就把直接巧克力酱 装在瓶子里面 而且那个瓶子 是可以再重复使用的 那就降低Costum的成本 他直接就跳过中盘商 直接就卖给消费者 结果消费者买单了 结果业绩就一直做一直做 你知道他在差不多1970年代 他的营收已经15亿美金 那时候15亿美金有多大 400多亿的台币 后来他就交给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也不错 他的儿子叫米歇尔 米歇尔在1982年的时候 就从爸爸的手上接过来 本来只有在做巧克力酱 他就想说 那我只有做巧克力酱 我来发展一些在下游的产品 他就发明金沙巧克力 所以我们金沙巧克力 上面不是有一层真果吗 然后金沙巧克力 中间不是有那个软软的酱 那个酱就是他的巧克力酱 好 画面上这就是 金沙巧克力的制作过程 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现在掌门人乔凡妮的爸爸 以及他爷爷 那个时代的老照片 确实让很多人怀想很多 那这个制作过程呢 就是我们平常在便利商店 在超商里会买到的金沙巧克力 但其实外面金沙巧克力 假的真的很多 好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 ABCD这四种金沙巧克力 这里头呢 只有一款是真的 三款是假的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能不能分辨出 它们有什么不同 憲哥有什么不同 其实看起来外表都差不多 都很像 那如果说我们先来看 因为阿冠现在手上拿真的 我们先来看真的 真的它的Loco 它旁边是用烫金的 比较小 然后它的拖子盘 就是它的每一个金沙巧克力球 下面有一个拖子盘 有两条的金色的线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那我们来看A 那A的呢 它的Loco 是比真的大的一倍以上 怕你没看到 而且最重要是来 它有两条线 里面有一条 有多了一个红线 真的来 我给观众朋友比一下 真的只有一个金色的圈圈 但它是双圈 而且里面是一个红色的圈圈 然后它的拖子盘有1 2 3条 1 2 3条 1 2 3条 好 所以1 2 3 4 4条 真的只有两条金色的 所以这个差别是在这里 来 我们来看这个V也是一样 Loco很大 又多了一个红色的外表 红色的圈圈 这也是1 2 3 4条 4条的金线 然后最重要是它的英文字母 观众朋友有发现吗 它的字其实跟真正的金沙巧克力的 英文Logo是不一样的 英文Logo人家是两排 对 它只有一排 它只有它的英文字是不一样的 是... 好 那这个也是一样 它的Loco比较大 另外下面也是3条 所以其实你从托子盘的2条 3条 4条 你就可以确认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 不过我们回来看 巧克力在台湾的市场 在全世界的市场到底有多大 阿官 其实台湾的巧克力市场 还算蛮大的 每人每年差不多吃了0.5公斤的 可可的制品 所以巧克力的市场蛮大 我们来看台湾一年的巧克力 有60亿 这60亿里面 两成是国内自己做的 像现在很多百货公司 自己手工制作的 有8成是进口的 所以进口巧克力 其实在台湾的一个进口比例 是蛮大的 我们刚刚讲到金砂 金砂1987年进台湾的时候 它曾经四占比重拉高 到7成以上 目前来讲 国内的金砂有41% 然后再加上 第二名是七七乳加巧克力 七七乳加是国内的 是16% 其他的是其他的一些 包括什么建达 其他加加起来 就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比重 所以有四成都是金砂巧克力 就知道金砂巧克力 在台湾的市占比有多高 知道他的排行榜 不过我们回来看 那么巧克力到底 我们都是买到巧克力 还是买到包装纸呢 我们今天要来拆解 你所买的巧克力 到底有多少钱是买 巧克力多少钱是买在包装上 阿冠 我们来解析一下 巧克力它的一个成本多少 比如说外面 24颗装的 差不多1颗11块6毛7 然后8粒的差不多15块 9块6 9块3 差不多在这样的一个行情 如果遇到情人节 遇到圣诞节的话 当然就增加包装以后 就市价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不能去算它的成本了 因为做成花束 做成罐子等等 但是这样的真正它的一个 成本才多少 才差不多0.15而已 所以其实它的毛利率是非常高 所以市面上卖的巧克力 大约每一颗成本只有0.15 但是经过了做成罐子 新型 花束包装之后 平均每一颗甚至有可能高达到55块 所以你到底是买巧克力 买食材 还是买那个包装纸呢 不过我们回来看 其实巧克力确实很多人说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我们问一下潘老师 我们怎么分辨真假巧克力呢 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 可可豆 经过所谓的这个晒干发酵之后 我们把它打碎以后呢 那这个可可豆里面打成粉以后呢 油脂占50%左右 那剩下的固态的东西 占差不多50%左右 那这个油脂的部分 我们就叫做可可脂 那可可脂呢 它是一个天然的油脂 但是因为我们的种子 本来就含油量高 比如说像花生 坚果 含油量本来就高 所以可可豆里面含油量也高 是50%叫可可脂 那那个东西它是天然的 所以它是一个混合物 吃起来呢 有特别的这个可可的香味 同时入口即化 因为它融化的温度 大概在摄氏35度左右 35度就融化 35度就融化 所以因此呢 它正常在一般的温度下 看起来是硬的 但是浸到嘴巴里以后呢 立刻化掉 然后让你感觉到 那种感觉就是热爱的感觉 然后呢 有巧克力的香味 那原因是因为 它是天然的混合物的油脂 非常的贵 一公斤要1000块以上 1000块台币 对 1000块以上 但是呢 如果你用带可可脂 这个带就是说呢 用一般的植物油去处理 比如说你用棕榆油 葵花籽油或牛油的素油 去取代的话 一公斤只要300块 所以带可可脂 到底是不是 全部都是天然的 不是吗 不是 它也是天然的油 但它不是从可可豆来的油 所以它不是从可可豆做出来的 好 所以观众朋友要注意哪里呢 来 我们提醒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 这是市售的一款巧克力 它上面其实人家有告诉你 它也没骗你 它告诉你说 这是带可可脂 带可可脂 它写在上面 字很小 这指的就是 它并不是用可可去做出来的 它用的是其他的 包括像棕榆油 葵花籽油 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巧克力 但吃起来有甜滋滋巧克力的味道 对 但是口感完全不一样 再加上价差三倍以上 所以要注意一下 如果写的是带可可脂的巧克力 不是真正巧克力 没有错 那你如果要简单看它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 因为刚刚讲过 就正常的可可脂 35度C就融化了 摄氏35度就融化 那如果说是带可可脂的话 通常它的溶点会比较高 比如说到70度 80度以上 所以我们现场 对 现场我们现在 先把这个水煮滚以后 煮滚以后呢 我们把天然的这个巧克力 放在这个杯子里 好 那这是带可可脂 巧克力 然后都把它放在水上面 遇到热以后 到底它们产生什么样 不同的变化 你会看到就是说 天然的这个可可脂呢 它溶解的速度就非常快 就mult 我们讲说mult 就融化 融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然后呢 这个带可可脂的部分呢 就是融化的时间是比较慢的 好 我们现在用滚烫的水 对 你可以看到 这边已经开始融化了 这已经开始融化了 好 观众朋友可能看不清楚 我们等会儿 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个真的巧克力 它已经融化了 已经融化 你看到有没有已经融化了 全部都是水了 你看到没有 有 对 拿起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来 这是真的 你们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已经都被融化了 对 这叫入口即化 这么快就融化了 对... 你只要嘴巴就融化了 所以它已经很快融化 那带可可脂的 就比较难... 不是不能融 但是非常的难 好 来 这样你可以看到 带可可脂 整体好洗好洗 对... 没有融化 所以同样的温度 同样的时间 带可可脂 还硬硬的 对... 但是真正的巧克力 已经融化了 所以你在吃到 真的巧克力的时候 才会有那种 一入口即化 立刻芳香就出来了 差距很大 好 巧克力 大家都很喜欢吃 但是 会不会我们都有很多 错误的想法跟迷思呢 第一个问题是 巧克力吃都会伤身吗 你认为呢 我认为会 因为巧克力不能吃那么多 那是甜食 甜食老人家都说 就是垃圾食物啊 吃一点可以不能吃太多 好 谢谢你 如果你这边加一个黑巧克力 就不一样了 所以一般来讲黑巧克力 它的添加的糖分会少很多 那因为黑巧克力 大部分都是由 纯的可可豆来的 所以因此它里面 富含非常多的营养成分 反而会保护身体 而且在世界各国 都列为超级食物 所以黑巧克力吃多 不会伤身 我们也不要讲吃多 吃了不会伤身 我往下看 所以其实 有研究显示 黑巧克力会抗氧化 而且抗氧化的能力 是苹果的酒杯 没有错 因为它里面有可可豆腐 它是一个发酵 晒干之后 从植物来的 所以因此它有非常多的 所谓的植物化学元素 比如说你所熟知的 花青素 前花青素 阿胃酸 这个所谓的各种的还原酸类 它通通在里面 所以因此 它的抗氧化指标 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一天一颗苹果 医生远离我 现在要改说 一天一块巧克力 两片 一片到两片 大概差不多12公克左右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苹果的抗氧化 如果以100卡的食物 来计算它的抗氧化能力呢 一小块的黑巧克力 抗氧化能力是 牛奶巧克力的两倍 红酒半杯的三倍 苹果的九倍 好 第二个问题 我也要来问一下潘老师 巧克力的趴数越高 热量越低吗 它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马上就会知道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你如果买70%的 跟85%的巧克力呢 你可以看到它热量 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 它并不是会增加很多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70%的时候 你的糖 就你添加了我们人工的糖 大概差不多30% 所以70% 30 刚好加 加起来100 差不多30公克 如果是85%的话 它大概差不多15公克左右 所以因此 当你的趴数增加的时候呢 里面所添加的人工糖 比例是大幅度下降 但是大幅度 确实比较好 确实比较好 对 但是呢 因为呢 本身我们有可可豆的能量 所以因此它会在哪里出现呢 在蛋白质方面会增加 在可可脂方面会增加 所以平均下来呢 它的热量是差不多 但是你把一个非常邪恶的东西 换成了非常好的东西 这两个不一样 所以热量差不多 对 但是 口口相同 出风不同 当然不一样 对…差太多了 对 来看第三个问题 我也很想问的是 黑巧克力可不可以防癌呢 据说可以杀死癌细胞味 你讲得好棒 你讲这个防这个字呢 我是举双手赞成 但是呢 它不会治疗 它只能防止 所以你生病了 还是要去看医生 但是你平常如果能够 吃黑巧克力每天吃个两片 对身体防癌是很重要的 但是要 因为他们发现就是说 我们癌细胞要长大 它需要养分嘛 所以癌细胞有很特别的功能 就会新生血管 所以这个血管只要一生多了以后呢 它的癌孫子 癌真孫 都会是长得很快 那所以因此呢 我们在天然植物里面 有一个非常大的功能 叫做抑制血管新生 叫做N-type N-gyogenesis 就是说这个抗血管新生的功能 在很多天然植物里面有 那这就可以抑制癌细胞生长 所以因此黑巧克力里面有 但是要吃纯的巧克力 而不是代科科制 对… 好 我们再问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我们想知道 是滴血糖快血巧克力 就可以防晕倒 因为我自己有滴血糖 我每次有点晕的时候 我就要赶快吃点甜的 好 刚刚我们讲过 你可以看到 刚刚那个比例越高的时候 它其实添加糖就越少 所以因此 当你的血糖很低的时候 你就反而要吃那个邪恶的糖 才能够帮你把血糖拉上来 要吃一般的糖果效果比较好 讲得真好 对 你就是吃什么你知道吗 你就是去吃那个什么 邪恶的含糖果汁 有没有 含糖的饮料 或者吃那个什么方糖 就平常我们对身体来讲 是邪恶的糖 你在血糖低的时候 反而要吃那个 但是你如果吃这个没有用 因为脂肪或者蛋白质 它变成葡萄糖的速度太慢 你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高比例的黑巧克力 它基本上添加糖变少了 所以其他的糖的含量并不多 讲得真好 对 所以你滴血糖的时候 吃它没效 好 那到底应该怎么保存巧克力呢 我们也想问 通常巧克力 我们都怕它变软嘛 就像潘老师说的 如果是真正的黑巧克力 它在35度它就融化了 台湾天气很热 重则38 39度在夏天的时候 所以是不是应该放在冰箱保存呢 其实是错的 我们应该是要放在 阴凉通风的地方 你的巧克力如果放进冰箱的话 可是以台湾的天气 台湾夏天的那种天气 大概放在阴凉处 也很快就软掉了 是啊 所以一般保存 这个所谓的这个巧克力的垫的话 它是有空调的 它是维持在差不多十几二十度左右 你不能够太冷 你可以看到 这个巧克力上面 有白色的这个结晶 这就是因为天气非常潮湿 所以使得这个所谓的糖呢 就是我们这虽然糖很少 但是还是有糖 糖就融在那个水分上面 然后就溢出在这个巧克力表面 那这样还能吃吗 那你如果放到冰箱 它立刻结晶 所以就变成白色粉末 所以它是什么 糖粉 它其实是糖粉 那这样还能吃吗 可以 是可以吃 但是你那种感觉差太多了 因为你本来是一个天然的 入口即化 就有巧克力有爱的感觉 你现在开始在吃糖霜 这没有意义 所以就保存失效了 那你如果变成这样是 这是指说吗 这个是要冷冻 冷冻的变酱 有的人很好玩的 是把这个巧克力 可以丢到冷冻库去了 那你到冷冻库去后 连油都冻起来了 所以你放到冰箱里面 是会有糖霜 你放到冷控库会有纸霜 这两个不太一样 你油只要结冰不容易 所以它不会让巧克力变质 变质是不会 但它会让巧克力吃起来 没有巧克力的那种幸福感 是啊 你男朋友给你的快乐感觉 立刻就不见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买来马上吃了 比想那么多了 好 所以在今天我们增加了很多 巧克力的知识 不過警戒 待观众朋友来关心的时候 我们现在该怎么投资呢 台股在今天 海捷海捷料 又收复了12000点 在今天中场上涨63.15点 收高来到12022 这个数字不错 我们台湾人很喜欢2这个事 香香对对万泥富败 到底靠哪一档个股呢 靠台积电 台积电最近又涨了5块钱 但很多人说 这是外资在进行仰套杀 大师 因为外资最近一直在卖 好像执政党总统候选 12号吧 这个扯到选举了 对 另外一讲的话 就是说 今天也是尾盘 硬把它 大概100多亿把它拉到万二 所以今天是 因为这个礼拜是外资 我们来看盘中走势 看大盘盘中走势 从盘中走势 你可以看到 这个拉尾盘 这个地方很明显 而且台积电用了6000多张 拉2块钱 好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台积电的盘中走势 2330的盘中走势 也是拉尾盘 对 所以台积电一拉之后 大盘也就跟着往上动 对 所以今天很多的前支股 台积电还有加关前支股 把大盘拉得那么高 就说最主要是说万二 因为这两天不是跌 砍尾盘 所以今天也是刻意的 就离封关还有剩下6天 所以来讲的话 在这个礼拜还有下礼拜两天 外资换叶旦节的时候 那由政府来做主 把整个大盘晚上再去做 比较高的一个空观 但是我们看到台积电最近外资 一直在提款 所以我们很担心 他今天的拉台 会不会是万般拉台未出 应该是 是说因为上一次 我们的央行总裁杨金龙 你今天是会议完以后说 台币暂时 他要调节不会升 所以外资大概前两天 一个卖22亿 一个是卖2亿 2万2千多张 一个卖2万张 所以来讲 对 提款 那这里面的话 大概砍了十几块 可是一般来讲 因为我个人认为 到现在到明年的1月11号里面 我们的政府会刻意 你在外资调节台积电的时候 他会去拉尾单 所以你看到 整个台积电的走势 这个长线走势图 还是虽然说 这个填息没有填得很好 可是我们上一次 三个月前也是一样 填息完以后 稍微填息 可是不久以后 就再串波段高点 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 台积电到12月30号以前 应该很多的法人投信 还是会把它作假 所以现在不靠外资 靠内资 对 从这个礼拜更明显 因为外资要换夜旦节 所以来讲 你们看到政府 还刻意在今天说 他的什么代潮基金有没有 50亿要进去了 对 要出来 这是很刻意的 政府有一个偏多的态度 政府刻意放消息说 退附基金 代潮基金 50亿要进去了 就在告诉我们说 不用怕不用怕 外资没做 我来做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操作 理论上 我们那个瓶盖三间课完以后 除了台积电创波段高点 你看大立官是在高档 他前几天是有到5000了 可是这几天在高档整理 今天失守5000 对 可是这个无伤 因为我们最只要 瓶盖三间课里面 大家是看台积电 这是 所以大立官在高档整理 另外还有另外一支股票 你看到鸿海 红海就比较稍微不是那么强 你看因为上次我们有讲 他上次 这边有97点的 这一次在11月份高点 只到93 所以瓶盖三间课里面是 红海相对比较弱势 可是一般来讲 他就是台积电拉完以后 大立官跟红海三个会搭配 还有在 如果说电子股在休息的时候 他就会拉传染股 传染股里面 现在最有名就是花新 花新年底做账的时候 年拉两天 是1605的花新 1605 我们上次这边有讲过 我们来看一下花新 1605的花新 现在花新的做账 来 做账 看柯线 你看 你看那个量 不得了 有没有 而且投信 连续两天都买3万多张 这是集团股里面做账 但是做教师傅的轿子要小心 我们就 很厉害 对 没有错 可是到12月31号 以前 还有6天 这个 大家就是短线 非常热门的一个类股 所以在集团股里面 这一类股 是目前最明显的 集团做上 好 好 我们除了花新 之后我们再回来看 还有其他的个股 像中刚 今天来介绍钢铁股 因为到1到11月份里面 钢铁股 整个业绩不好 可是中刚的董事长 在前几天 他有讲明年 这个钢铁股 会有一个 比较强劲的一个反弹 那中刚这十节来 相对比较弱势 那它是我们以前长线的个股 所以在明年的话 这个中刚应该可以 可是因为中刚股本比较大的 1500多亿 所以如果说你中刚 认为他股本太大 你可以买他的转投资公司 中虹 我们等一下介绍 因为他股本就是 他的十分之一 就是 钢铁股里面有另外两支 比较急 就峰芯 这长线的峰芯的话 是在钢铁股 我个人认为 他是值得大家 如果说明年钢铁有的话 峰芯 还有另外一支 大家看一下 新光钢 今天报纸有报 今天开高走低 可是新光钢 我以前有去call过它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很实在的公司 所以钢铁股里面 这两支是 你比较中长线的一个投资 另外我们看一下 这个东刚也不错 这是我们大概没有 我们刚才推荐的下一支 刚才看到 现在最热门的就是这一支 中刚的子公司 因为它前三季是赔钱 所以股票砍得到8.94 今天因为又涨上10块钱 所以在不锈钢里面 如果最活泼的就是这一支 它可以比你我们上一次 那个友达秦串 不是跌到谷底反弹的时候 所以我在金州官有讲 说我们投资人要买趴趴熊的股票 就是这一支是值得投资人 趴趴熊就是说 它已经跌得满身的 因为现在大凡上到万了 投资人不敢买高价的 台积电300多块 这个趴趴熊十几块 很多投资人就可以 所以这支 我们目前短线非常有名的一支 一个股 另外香港有两个 大成钢是跌了一段线在做反弹 另外比较高价的一个风控股票 就是这一支四季钢 已经跌了一段 没有 涨了一段 涨了一段 做休息了蛮久 所以只有 只要风控股票里面 我们大概这两支 这是我们对钢铁股的一个 还是对钢铁股票 哪里这一支 这집铁股票 是三支